上次就说了Wood2是一个Irasional number 那这次就genomic地说 我们有一个自然数 那如果它不是一个perfect square的话呢 那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根号里面 那它就是一个Irasional number 那要证明的方法呢 当然又是我们的老玩法 那就是我们假设它本身是Irasional number 那甚至具体一点来说 我们一开始的次触点呢 就先假设它是一个整数 那如果Woodm它甚至是一个整数的话 那我们可以写成Woodm它是等于k那样 那k就当是一个整数 那然后平方 那我们会有m 左边是m 右边就变成k的平方 咦?想想一下好像有点不妥 那如果m是等于k的平方 那它就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那跟我们题目原本的假设 有矛盾的 那所以呢 ok 那m不是一个整数了 那end of this discussion 那没有了 那m既然 这个Woodm sorry 不是m m这个Woodm 既然不是一个整数的话 那我唯有当 Woodm是一个分数 Woodm它是一个分数 那老规矩 我当它是p over q 那p over q 又是同一套玩法 首先q 不等于0 而且它又是互质的 互质就是弱到没得再弱了 那上次我已经用过这个 property 去证明Wood2是一个EVSOLUMBER 那今次也是会用的 那所以呢 p和q 它们弱到没得再弱了 1来 2来呢 它之前我们证明这个Woodm 它不可能是一个整数来的嘛 那所以q呢 我今次kameq呢 它不单止是不等于0 而且我kame它是大个或者等于2 那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p或者q 它随便是一个 不是 它们两个都一定要同时是整数嘛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那q不可以等于1 如果q等于1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整数 那整个Woodm就是一个整数 那我们之前已经证明过它不是了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q 要不就大个等于2 那如果你说有负数 那我就把负数踢上p 那这个 这个 都不是一个 需要证明的东西 那 那呢 然后p和q是护责 那既然是护责的话 我们 就可以把它拆到质因式 那 那就是 在说什么呢 在说质因式 也就是说 例如我据个简单的例子 12 那12呢 就等于 2 是一堆质数 乘在一起的 2乘2 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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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3 有一堆质数 乘在一起的数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其实每一个数 都可以拆它的质因 分解 那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p又拆 q又拆 怎样拆法呢 p 我们可以拆做 p 简单一点 第一个质因 叫做p1 alpha一次方 乘以p2 alpha二次方 一路乘下去 乘到p t alpha t次方 q同样拆 我可以写快一点 q1的beta一次 q2的beta一次 一路拆的 q2的beta t字 既然是这样 我们拆完之后 那就好玩了 我们两边 square了它 跟左边的玩法 是这样 那我们就会有 以下的这一条式 wood 没有了 那左边就剩下一个m 那右手边呢 我们拆完之后呢 就会变成有p1 的两个alpha一次 由于square了 那所以这些全部 square了 不介意写在这 这个p2 这个q2 那这些全部 square了 那很快速地写 p2的两个alpha二次 乘成到p t的两个alpha t次 over q1的两个beta一次 q2的两个beta一次 q2的两个beta一次 qt的两个beta一次 嗯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之后就可以讨论了 q呢 是一个 大过2的数 那 square了 那它就是 下面 墳母的这一部分呢 墳母的这一部分 整个墳母 suppose 应该是大过4的 对不对 那 它起码大过4 那我起码证明它不是等于1 对不对 但是 m是自然数 就是 上面 这一部分 它是 一个 integer 左手边是integer 右手边是一个分数 而且 分母 起码大过4 分母不是等于1 但是 上面 这一部分 由于我们之前说过这个 这个 质因式 而且 它们是互质 就是它们约到 不能再约 中间没有东西可以给它们约的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 那 分子 和墳母 它们已经约到没有东西可以约了 墳母 又大过4 那 这条式呢 就有问题了 左手边 是一个整数 右手边 是一个分数 那 那 就有矛盾了 这个就是我们 proved by contradiction 需要search 的一个 矛盾 OK 那 有矛盾的话 也就是 这个 woodm 是 rational的整个 assumption 就站不住了 那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 proved woodm 是一个 rational number 哦 对 嗯 解释了 感觉